大家好,我是東京走路橋的鮑勃 三走線東京都一條主要的公眾運輸動脈 每週使用走人數約三千萬人次左右 總路線長度34.5公里 總共有30個車站 路線經過了東京幾個主要商業辦公區域 也是旅客來東京觀光旅遊常使用的路線 大車站像新宿 或池袋 每天都有好幾十萬個人使用 比較小的車站像Tabata 或Komagome 一天大概只有四五萬人使用 但無論使用的人數多寡 每一個三走線上的車站 都有大大小小的景點或餐廳 而每一站都值得拜訪一下 我們這次的計畫就是三走線的三個車站 主要介紹車站周邊的一些特色景點跟餐廳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位於千代田區的秋葉原站 每天使用人數約25萬人左右 是東京首都圈JR使用總人數的第九名 加上旁邊地下田日比古縣的使用人數又更多了 秋葉原這個名稱對多數人來說應該是個次文化的代名詞 大街上琳瑯滿目的電器行 動漫的專門店 大型店的玩具店 還有夾娃娃機 扭蛋 Cosplay 女僕咖啡店 即便不喜歡這些東西的人 也非常推薦來這裡體驗一下文化衝擊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秋葉原有幾個有趣的景點吧 怪奇自動販賣機 距離秋葉原車站走路5-7分鐘 可以來到這個怪怪的自動販賣機專區 是誰在這裡放一大堆自動販賣機 Bob還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裡的商品五花八門 有不知道所以蘭的箱子 甲蟲的玩具 各種口味的罐頭飲料 整個像是自動販賣機的百貨公司 舊萬事橋站 這裡是中央線的神田至玉塔之水之間的一個車站 於1943年停用 距離秋葉原站大概走路10分鐘 在舊萬事橋高架橋內 保留了車站的部分設施 比方說月台和階梯等 大家可以在月台免費觀賞來往的電車 如果有點預算的話 也可以到旁邊的咖啡店邊喝飲料邊看車 這個神社距離秋葉原車站大概12分鐘 離玉塔之水不遠 是東京時神社之一 也是東京最有歷史的神社之一 距今大約有400年的歷史 在這裡可以祈求生意興隆、結緣或開運 由於這裡離秋葉原不遠 是科技玉宅族歡迎的場所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在秋葉原想買的限量商品 可以來這邊求個好運喔 來到秋葉原就不得不吃 曾經三連路選米其林指南的炸豬排百名店 玩五 想要吃到就要有排隊的打算 好吃的原因就是這家店對炸豬排專心製作的態度 從肉的風味、柔軟程度、肉汁甘醇的味道 以及麵包粉炸出來的酥脆程度、油的香味等等都非常的講究 一定要來試試 吃完炸豬排那就來個聖代吧 這家聖代專門店所使用的水果都是當季最新鮮的 然後都會下單之後才當場製作 雖然可能要稍稍等待一下 但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因為水果的新鮮一口就吃得出來 品川 這一站位於港區 每天使用人數將近40萬人 也是東京JR的第五大車站 要去機場或是搭新幹線都很方便 車站周邊有很多日本以及跨國企業 也是很多人來東京旅遊的住宿首選 Nikon Museum 有在玩相機的人可以來這邊免費參觀 Nikon的相機博物館 這裡車站走路大概8分鐘左右 途中會經過品川Intercity 這裡大樓跟綠地合而為一 景色還不錯 博物館裡面展出Nikon各種不同年代的相機以及鏡頭 愛相機的人應該會在這邊流連忘返 另外拜訪博物館可以免費拿到一盒糖果 這小秘境可以當成參觀完Nikon Museum的下一個景點 位於Marriott飯店裡 公園大概2000坪左右 質批非常的豐富 進到裡面有著走進大自然的感覺 另外人造瀑布設計的很有感覺 夏天來拜訪聽聽水聲 比數一下很不賴 品川神社 逛完庭園之後我們走10分鐘左右 可以到東京石神社的品川神社 於新元1187年創立 在新元1600年德川家康出征官員之戰時 曾拜訪這個神社 另外品川區指定有型民俗文化財的富士種 就是一個小小的富士山 於1872年建造完成 大家可以登高望遠 從神社走個20分鐘來到水上River Lounge TY Harbour 聽說這裡晚上用餐也非常有氣氛 但白天看起來就已經很不賴了 可惜寶寶沒有機會在這邊用餐 但也到了設施內的Breadworks 吃個麵包看看運河的景色 找機會再跟朋友來吃正餐 剛講到的Breadworks的麵包 我再來推薦一家車站內 來自紐約的麵包百名店 The City Bakery 雖然這家店在日本已經有14家連鎖店 但品川這家的地理位置真的很好 所以講介紹給大家 很適合當作來品川轉運吃早餐的首選 包包點西式早餐有厚片吐司 半熟蛋 沙拉 培根 雖然看起來很普通 但感覺用量都不錯 所以蠻好吃的 石井燒Kiji 這家來自大阪的Kiji 在東京再現的大阪的美味 包伯點了1400日幣的Mix燒 有花枝、章魚、豬肉、蒟蒻等等的食材 不要覺得這種大雜會怎樣做的好吃 店內廚師們利用剛剛好的素材 搭配剛好的火候 有剛好的時間做出來試錦燒 吃起來味道就是好 田丁是為品川區的一個車站 每天所使用的人數大概15萬人 周邊算是以辦公室為主 還有所知名的大學叫慶英藝術大學 大家可以到校區走走 享受一下書香氣息 在學校旁邊有個小小的神社 帶有500多年的歷史 叫做三田春日神社 建造非常日式的神社旁邊 有個歐風十足的慶英藝術大學 這個反差也不賴 另外車站附近有個慶英重通商店街 有不少不錯的餐廳 大家逛完這區之後可以來這邊覓食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些商店街以及車站附近的餐廳 二郎 這裡最有名的餐廳應該就是二郎系拉麵的創始店二郎 爆滿的豆芽菜加上超大塊的肉塊 以及濃厚豬骨醬油湯底 由於這家店的價格不貴以及分量超大 每天都大排長龍 是附近慶大學學生的最愛 如果你愛吃拉麵或是大食怪的話 就來試試看二郎吧 我們在加碼介紹一家拉麵店 這家拉麵店也算是這裡的名店 湯頭是用豚骨跟雞骨所熬煮十個小時而成 然後不使用任何化學調味料 也是屬於非常濃厚的風味 碗脆 這家燒肉店在田丁還蠻有名氣的 創業超過五十年 牛肉主打鮮度品質很高的和牛 不得不提一下9980元 通往天空的神聖 先不論味道如何 超級適合當Instagram照片跟朋友炫耀的啦 以上就是這次山手線的三個車站的介紹囉 看完之後會不會想要花一點時間探索這些車站呢 如果喜歡東京走橋的影片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是like我們的FB粉絲團 或是follow東京的Instagram帳號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problema 親一下 如果еныeng著名同仇 這麼一等 應付